- 狗醫生協會 -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毛孩沛沛GO 今天呢我跟卡比要去一個很有意義的地方 就是狗醫生協會 那在去之前呢我想要測試一下卡比 他有沒有當醫生的偏分 就是如果看到爸爸 有一些狀況的時候他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OK 那我們來測試囉 好緊張 卡比 現在我們在的地方就是台灣狗醫生協會喔 來 鏡頭跟著我趕快去了解一下吧 走 哈囉各位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多多媽 是這裡的訓練師 然後這是我們的豆仔媽 這邊的志工 那我想請問一下什麼是狗醫生啊 其實很多人都會把我們以為是獸醫 你會不會這樣子的 我原本聽到的時候我也想說好像跟獸醫有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不是獸醫 其實我們會說狗醫生是他 只要是我們去到不管到哪個地方啊 大家一看到狗就會說 哇好可愛喔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希望說呢 其實應該說協會的宗旨 一開始會希望說減少流浪狗的問題 那更多人去鄰養狗狗 然後帶狗狗來上課 然後就是主人跟著狗狗一起來上課以後 他就成為狗醫生 然後一起到機構裡面去服務 那服務的內容是什麼 如果說是一個阿公阿嬤的話 我們會希望說引起狗狗 然後引起他們的動機 然後可以做一些附件 喔附件 對對對 不管是手部的附件啊 腳部的附件啊 或者是口語的 都可以 都可以對 那還有一些我們就是針對一些特教學校 特教學校也是有 對對對 那服務範圍其實蠻廣的耶 對 包含我們現在其實也有到國小裡面去針對小朋友上一些生命教育的朋友介紹說 你摸狗狗的時候應該要怎麼摸呢 要摸之前你應該要先問一下主人 對 摸的時候不可以從狗這樣子摸 那應該要從哪邊開始 因為我自己在咖啡散步的時候 很多小朋友他們喜歡狗狗 因為想要直接摸 但是咖啡其實會怕 他就會叫 對 小朋友就會嚇到 對 所以其實應該 應該教育他們說 怎樣去進行狗狗 或是問一下 爸爸所以這個我可以摸嗎 對 治療的內容是什麼 如何是治療 會有所謂的附件跟陪伴 那像斗宅媽他比較特別的就是 他目前跟一個護理之家 其實有一個職能治療師 那治療師會設計的一些內容 針對他們機構內的長輩 然後 有斗宅來協助幫助這些長輩做這些活動 所以我們有斗宅媽來說明 會比較清楚 對 會針對長輩的需求 然後 他們去安排課程 那 會結合狗狗跟長輩的互動 譬如說 紙張包零食 那長輩他會去做手 手部的 採檢零食的工作 打開零食 餵狗狗吃他做到喪子 那他可能會拿 沙包 丟圓 或是丟地 然後會做到 彎腰 去看彎腰 然後手部又做到 然後狗狗可能去見回來這樣互動 為什麼會以狗狗為主 是因為其實 這些長輩 他們對狗狗會有 看到了就會很開心 所以我們用狗狗來當成動機 然後讓他們來做這些事 或許他在對於人兵兵的這些儀器 在做的時候 他可能會覺得說 我今天心情不好啦 我這邊痛啦 我那邊痛啦 我怎麼樣 我都不想做 可是如果有狗狗來的時候 我們跟他說 欸阿公阿嬤你 像這個糖果包在裡面啊 好困難喔 你可不可以把它拿出來給狗仔吃啊 他覺得狗仔像孫子一樣 他說 喔對齁 好那我幫幫忙 這時候他就會使用他的手 他們就會開始試圖去做一些 但是如果他們只有自己的話 他們反而會覺得好痛不想 對 所以狗真的是有 就是一個 這樣的一個好的作用 對 那你們有沒有一些比較 呃 特別的故事 狗醫生協會成立到現在已經18年了 有一個馬大姐 他在講的是一個癌症的故事 那我們的那一隻狗醫生呢 他是哈士奇 可是他也是曾經考試沒有通過 是因為就是有在堅持 然後最後有考上 所以他們這樣子持續的服務他 有七年的時間 那他的一些狀況有什麼 比較陰險的改善嗎 或者是 其實他在安寧病房裡面 他身體常常會很痛 可是因為有狗醫生來的時候 對 他會很開心 然後會很喜歡跟他們互動 在當下他會忘記他身體上的那些痛 那個快樂的相處時間 他就會忘記他的疼痛 對 那他們有沒有一些 比如說年齡的限制 就是當狗狗醫生的話 我不會說 年紀多老了 他應該要退休 不會 其實都取決於主人 可是他要大概在四個月以上 然後要打完所有的 至少要四個月 以上 就是狂犬病啊 或是發合醫生而已 對對對 還有晶片 都要打完了 才開始來上課喔 那我很好奇喔 就是全台灣哪有幾隻 這樣的狗狗醫生 我們現在大約70組 對 那算多還算少 算少 其實還是蠻缺乏的 狗醫生其實有時候 生病啊 或者是有一些狀況 他們就會退休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主人 爸爸媽媽可能工作忙啊 或者是結婚生子啦 就也會幫狗醫生就直接幫你退休 所以這樣子的數量其實我們一直在 並且我們會很希望說 養狗的主人一起帶著狗狗來上課 我們會有一個光網 會有課程 對 我們都會放在上面介紹 然後我們有台北台中高雄台南 我們各地都會有開課 有沒有一些方法是比如說 我需要找狗狗醫生 那我要怎麼聯絡 一般來說我們目前都是接受機構的申請 等一下我們是不是可以看一下 你們的考試內容 看Kabi有沒有這個機會 成為狗狗醫生的其中一員 好 但是主人要跟著一起來 好啊 沒問題 那希望我們的Kabi等一下可以挑戰成功 好的 那我們先看我們的狗仔媽 先示範一下 然後等一下Kabi才知道怎麼做 好不好 這樣就通過了 哇 它對零食完全不是 完全都沒有反應 Kabi做得到 好 那我們就讓Kabi來 跟我來try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等一下怎麼走 我們等一下怎麼走 那我們剛剛通過了這個測驗之後 現在這一關是 這個就是要把東西吐出來的 嗯 吃進去再吐出來嗎 對 哇 這是終極版的課程 是 好 我們看一下這是什麼 這是那個接鴉蝦 羊耳 羊耳是不是 對 好 乖喔 有看到嗎 它跟它說 乖了 如果是它咬住 嗯 那我 我可以拿著它 然後叫它去收口嗎 嗯 其實我們不會這樣做的用意 是因為我們很擔心 就是很多的主人 看到狗狗咬得不該咬的東西 然後會把它的嘴巴打開 喔 這樣有時候狗狗看到它 會直接吐下去 OK BREAK 這到底是算不算 我們這樣 勉強不算嗎 不是 因為它 它沒有在熬熟 Kabi你在幹嘛 Kabi 好好的嗎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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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從我們勉強通過 也可以啦 勉強通過 那 你覺得我們Kabi 算是乖的嗎 算乖啊 算乖啊 所以它是有潛力的 是 但是當然離我們真正專業的狗醫師 可能還有 一些地方需要再努力 哇 那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 多多媽 還有狗仔媽 讓我們了解狗醫生 到底在做什麼 還有他們的訓練方式 嗯 那Kabi 今天也是做了很多的訓 考試的項目 嗯 示範 就是有一些 小小的地方 那修正就可以了 就可以很好 對不對 哇那今天非常開心 那歡迎 大家如果需要當 想要當狗醫生的呀 或者是有什麼需要狗醫生的 快來找我們這個 台灣狗醫生協會 對 直接到我們的 FB啦 可以打台灣狗醫生 就可以搜尋到 我們的本事業 或者是呢 打台灣狗醫生 也可以搜尋到我們的觀光 OK 那我們貓孩佩佩GO 下次見 掰掰